甘尼在塔利班15號 瀕臨阿富汗首都喀布爾的時候 他逃出的該城市 阿富汗駐塔吉克的大使 阿格巴爾 他其實也有些爆料 他特別說什麼呢 說甘尼逃禮的時候 帶了1億6900萬的美元 還說甘尼逃亡是背棄祖國 以及民族 難怪就被俄羅斯的大使館就有爆料說 甘尼離開的時候 帶了怎麼樣 裝滿四輛車還有一架直升機的現金 甚至還有一些錢 因為裝不了了還留在了跑道 面對各界的指控 流亡當中的甘尼 他終於18號露面了 他否認離開總統府時 帶走了大筆現金 那你到底帶了多少呢 他也沒講 他表示無意繼續流亡 目前正在談判 返回阿富汗 甘尼在臉書的專頁發表影片 強調如果留下來 喀布爾就會流血 很大的衝突 會血流成河 他說是在政府官員的建議之下 離開阿富汗的 但是他也否認在離開總統府時 帶走大筆的現金 但是各界指證利利說他拿了1億6900萬元的說法呢 甘尼也被質疑是避重就輕的嗎 另外甘尼強調他待在阿聯 是為了要讓血戰還有混亂停止 還說自己無意繼續逃亡 我目前正在談判能夠回到阿富汗 美國拋棄阿富汗但沒想到 甘尼比美國還有很多官兵更早離開阿富汗 讓美國真的是顏面無光 根據俄羅斯的衛星通訊社最新的消息 美國常務副國卿Shirman 18號的時候 就認為說逃離喀布爾的阿富汗總統甘尼 已經不再是阿富汗 具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了 報導說在當天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 就有記者表示 就問這個Shirman說 甘尼在阿聯酋的談話 那你要不要有一些回應呢 那Shirman當場是回決不想要回答的 他還說這個甘尼已經不再是阿富汗的政治人物了 被認為這難道就是背叛美國的下場嗎 塔利班攻入喀布爾後 第一個逃跑的阿富汗總統甘尼 證實已經逃往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他否認偷走國庫47億元落跑 外傳他逃亡時堅持荷包滿滿 用四輛車裝滿現金 最後數量太多塞不進飛機 只好忍痛留在跑道上 這些誇張指控他一概不認 直說自己不會留在阿聯 已經準備好返回阿富汗 不過甘尼被國內的所有官員指控叛國 要求他必須擔起所有罪名 而震盪阿富汗人民水深火熱之際 美國媒體直擊甘尼的女兒 居然在紐約豪宅裡悠閒過日子 儘管塔利班已經掌權 但副總統依舊繼續奮戰 新消息指出 政府均奪回東部一城首府 雙方在峽谷展開激戰 現在就連美國都下令 凍結阿富汗央行兩千六百多億元的資產 就是不想讓塔利班獲得資金支持 記者總報導 沒錯 甘尼總統先被俄羅斯媒體爆料 說他窮得只剩下錢 逃亡時獻計多到直升機跟車輛都塞不下 儘管他出面駁斥了 但是美國的紐約郵報卻是直擊了 正當阿富汗人處於水深火熱之際 甘尼的女兒瑪麗安姆 則是安全舒適地住在美國紐約的豪宅裡 跟阿富汗人民相比真的成了最大反差 這是根據美國紐約郵報的報導 瑪麗安姆其實出生在美國的紐約 布魯克林地區 並且在馬里蘭州長大 現年42歲的她是一名視覺藝術家 還有製片人 並且住在紐約布魯克林區的一棟 豪宅公寓當中 報導形容她生活好愜意 跟現在處在水深火熱的阿富汗同胞的狀況 形成了強烈對比 紐約郵報週二直接到了馬里安姆的家 敲門拜訪 但是馬里安姆開門 隨即拒絕了受訪 並且直接讓記者吃了閉門羹 報導也指出來說 目前還不知道馬里安姆是否知道 父親的詳細境況以及去向 據了解呢 甘尼從2002年開始為阿富汗政府工作的時候 馬里安姆呢 也開始了自己的藝術生涯 她的作品呢 曾經在一些知名的美術館參展 包括紐約古根漢美術館和現代藝術博物館 以及倫敦的泰德美術館 2018年呢她在佛蒙特州的本寧頓學院就職 在甘尼政權被推翻後呢 她週一還透過了instagram留言 說她對於留在阿富汗的家人朋友跟同事 感到憤怒悲傷也非常害怕 但她有說爸爸先跑嗎 她還特別講到說呢 我正在瘋狂的工作 代表他們做任何我都能做的事情 阿富汗逃亡的不只是民眾 除了呢這個總統甘尼 他也出逃了 出逃到哪裡呢 阿布達比 現在呢中央銀行的行長呢 艾哈麦迪呢 他也逃亡到了國外 他18號現身解釋 他本來不想逃亡的 是被同事推上了飛機 我們來聽一下他怎麼說 在終的時間 在終於今天 當天我能夠出彴 是... 那一回事 這次是尷尬 有空母親 是真正? 這不是一方式 便都被降到 我在一座 我培訪了 艾哈麦迪描述逃亡的过程说 塔利班进入首都喀布尔当天上午 他都还坚守岗位 甚至前一天还跟总统甘尼讨论经济问题 不过未经证实的消息指出 他是逃到了美国 不过他也没有提到自己目前人在哪里 而尽管阿富汗的中央银行行长已经逃亡了 但是美国政府冻结了阿富汗中央银行资产 大约是台币2600多亿元 并且停止向阿富汗运送现金 美国扶植20年的阿富汗政府 就被说贪污腐败大难来临的时候 跑得比谁还要快 甚至俄罗斯驻阿富汗的大使 日尔诺夫他有指出来说 阿富汗的安全部队成员最近逃离 喀布尔的时候还带走了对他们来说 相当宝贵的啤酒 当时官员们四处逃窜 政府机关解体了情报机构 人员都已经逃离了 有人亲眼目睹阿富汗的安全部队成员 从内政部把啤酒往外搬 历经20年的美国反恐战争 塔利班组织了重新接掌了阿富汗 智库苏返中心的研究部门的主任 叫做克拉克 他指出来说 对世界各地的圣战组织来说 塔利班这一次的胜利就好像是一记强心针 让他们相信自己能够有驱离外国的势力 就算你对方是美国世界的强权也是一样 并非不可能的 所以克拉克预估全球圣战组织的宣传战 将会在911事件20周年之际 达到最高峰 也会让北美洲到东南亚的圣战分子 世系大为提振 乔治华盛顿大学来看到极端主义计划研究人员 塔米米他也表示说 虽然阿富汗基地的教义派 与伊斯兰国之间 存在着敌意 但是其他的团体看到了塔利班欢庆胜利 他们就会觉得只要持续奋战 最后敌人就会崩溃 会撤退了 所以美国想要集中火力对抗大陆 俄罗斯因此撤军了阿富汗 没想到不止塔利班胜利 会不会助长比如说盖达组织 也就是基地组织 又再次冲击美国呢 恐怕后续也要来观察 阿富汗各地爆发了血腥镇压 其实声称不会报复敌对者的塔利班分子 其实有派枪手站在了首都喀布尔机场的制高点 朝试图要翻墙逃利的民众扫射 众人疯狂逃窜时还经见了有一名 才七个月大的女婴被遗留到现场 疑似在混乱当中跟父母亲分离了 这里是逃出阿富汗的唯一希望之路 现在却成了血腥炼狱 塔利班分子站在科布尔机场制高点 持枪扫射大批 试图爬墙搭击的民众 众人狂奔夺子弹 不敢往前冲的老弱富儒 蹲地躲在一旁发抖 剑邪的不止首都科布尔 阿富汗东部大臣查拉拉巴 被塔利班掌控后爆发示威 民众高举黑红绿阿富汗国旗 敌死不认塔利班政权 结果示威队伍遭到冷血开枪 至少三人死亡 而声称会善待女性的塔利班 也被直接当街枪杀一名妇女 只因为她外出没有穿传统罩袍 塔利班自制大外宣影片 采访街头市民 大在塔利班统治下是幸福城市 奉刺的是采访团队鹤枪实弹 民众在枪口下笑着流泪 也只能说塔利班的好 记者综合报道 塔利班成员在进入喀布尔之后 占领了总统府 几十个人直接在总统府里面的健身房 使用了健身的器材来锻炼 另外一头在游戏园里面 也有塔利班的士兵在玩碰碰车 以及旋转木马 互相追逐嬉戏 而且也有在街头上大吃冰淇淋 虽然说是在玩乐 但是枪支也是没有离开手中的 其实塔利班在上一次执政的时候 曾经有宣称要恢复伊斯兰教的传统生活方式 禁止一切娱乐的行为 所以这一次的玩乐画面曝光 也引发外界质疑 成员们是不是要把握政权 正要正式转移之前 能够体验这些娱乐的时光呢 还是他们已经进入到塔利班2.0呢 愿意接受这些娱乐活动呢 也引发大家的讨论 其实阿富汗塔利班的士兵呢 在进入首都喀布尔之后呢 曾经被拍摄到进入游乐园 玩碰碰车以及木马 不过呢 根据印度媒体报道呢 在当地时间17号的晚上 也有塔利班的士兵呢 烧毁了阿富汗北部的一座游乐园 另外来看到呢 就是阿富汗的北部这一个游乐园啊 在晚间呢 遭受到了塔利班士兵的焚烧 熊熊烈火呢 蔓延了整个园区 根据印度媒体的报道 烧毁游乐园的日期无法确定 但是暂时是塔利班士兵所为 印度媒体呢 也推测 塔利班士兵啊 焚烧游乐园的原因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宗教因素呢